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個步驟二的部分 我們把攝影機加進來之後來追蹤那個方向動畫 那你會發現坐到這邊就是跟Flash不一樣的地方 那首先當然你要新增一個什麼 攝影機的塗層 那攝影機也是一種塗層 對不對 只是跟燈光一樣是特殊塗層 好我就用標準的就好按OK 但是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喔 如果你沒有像我剛剛一樣先把剛剛那兩層變成3D的話 你直接新增攝影機或燈光 它會有一個警告訊息說你現在裡面沒有任何3D塗層 這樣了解喔 稍微留意一下 好 而且呢我們講過攝影機跟燈光只對誰有作用 是不是3D塗層有作用 所以記得要把它變3D塗層 好現在進來了之後呢 以前我們要做3D 所以我老師都會告訴你變成2D塗層 對不對 好你看在這邊 然後我們左邊這邊調 然後再怎麼樣 看右邊結果 這一次我們就不用這樣 我們看上面這裡 我們這一次呢 要用的工具是上面這個工具 其實我記得我們上個學期有稍微提過 有提過 有提過 這個就是專門調整攝影機的工具 調整攝影機的工具 那你要調整它 就直接在攝影機那個畫面調整就好 不需要像我們之前這樣 分成左右兩個視窗 那當然我今天會讓你看清楚 我還是分成兩個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攝影機 一個是前進後退 一個是平移 一個是旋轉 那麼第一個預設的這一個 是好像是2005還是2007的版本才推出來的 就是說這個是自由移動的 等於說它就綜合了這三個 只是呢 我建議各位剛開始的話 最好還是先從下面這三個 這樣你比較不會搞不清楚 那它的快速鍵就是你後面看到的C 也就是你在這個工具之下 你只要按鍵盤上的C 它就循序依著這個順序切換出來 切換它的功能 好那我們知道了之後 我就先來看看 我們先試看看喔 我先用RuneInRuneOut的 你看我回到最前面來 為了讓你看得清楚 我這邊還是把攝影機留著 攝影機留著 你可以看這個畫面 好我們點到這邊 一開始 我們先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的做法 你看我們在這邊 一開始有沒有一個RuneIn 然後它移過去的效果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裡 攝影機我們目前 記不記得我們攝影機有分兩種 一種是兩個點的 一種是一個點的 好如果以這個範例來講 老實講 這個範例是用一個點的比較容易做 什麼叫做一個點的 你再看一下這裡 當我開一個新的攝影機的時候 我們不是這裡有兩種類型嗎 預設都是兩個點的 就是有攝影機那一點跟什麼 焦距那一點 那如果你是只有一個點的 就是只有一台攝影機 這一台攝影機 其實以目前這個方式來講 是要第一個比較好做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用了兩個 也沒關係我把它打開 你看我把攝影機的變形打開 一個攝影機的那一個點叫做核心群 它有興趣那一點 攝影機的焦距就是這個 那我現在要移動就變成我兩個都要一起做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兩個我要一起做關鍵一個 假設你用一個點的 就是這個地方會沒有 只有攝影機 那這樣我只要做一個關鍵的就好 所以我把這兩個打開 因為我現在是兩個點的 好現在你試看看 我現在是這個 往前移動的工具對不對 記得你用這個工具 不需要怎麼樣 在這邊做了 直接在攝影機鏡頭的這個畫面 Active Blender 這裡直接用就好了 那我就從這邊好 我往後退 但是你在退的時候 建議各位 你要跟著下面 就是你剛剛做的方框的 關鍵一個的時間點要符合 因為這樣節奏會比較一起嘛 對不對 就是我移到那邊 我攝影機就到那邊 你如果不同步 雖然也可以做 但是效果比較差 效果比較差 你如果要完全同步按住Shift 有沒有 移過去是會自動吸附過去 會自動吸附過來 如果你想用快速鍵也可以 鍵盤上的J跟K K是往後跳一個關鍵一個 J是往前跳一個關鍵一個 記得 在用快速鍵的時候 請不要在輸入方的下面 比如說你用註音啊或其他的 這樣快速鍵沒有作用哦 你要在音速下才有作用 好 你看我按K 有沒有往後跳 按J就往前跳 OK 好那現在呢 我到這裡來之後 我想要把我的畫面往前 你看我把按著 我在攝影機的畫面 這樣有沒有看到攝影機的前進呢 對不對 我左邊開是為了方便你看啊 事實上不開也可以哦 好我拉到這邊啦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找大張圖了吧 好拉過來之後 我來切換一下 因為我現在要平移嘛 所以我換這個 變成平移的工具 拉過來 盡可能把你的地圖 就擺在中間 就擺在中間 所以我們看一下囉 動畫 有沒有 RuneIn了 這樣有感覺了吧 那我再往後退 按下鍵盤上的K 好這個時候跑到哪裡 跑到上面去了 我就把它拉拉拉 所以我說你剛剛那個地圖 的位置 你要自己弄好 那你看一下我們在這邊 好進來 有沒有就過去了 跟著過去了 好你可以隨時就是 像這樣 就是回頭看一下 好那我盡量讓它擺在中間 不過你要避免這種情形 因為這樣是不是就曝光了 對不對 上面如果你這樣 人家就知道你是玩假的嘛 所以我們一個原則 看你是要調整這個方框的位置 或者是 你就 雖然我拉過來 可是我不要讓它 這樣子 那不只是這樣子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中間這個過程有沒有曝光 你看我這個中間過程 有沒有曝光 對不對 還是有跑出來 所以我的這個位置 就可能還要再調一下 不能那麼高 我可能還要再怎麼樣 下來一點點 那你再拉拉動 還是有 所以 我在這邊 我乾脆把我的方框 我的方框稍微往下移動一點 要換其他工具囉 就不是這個攝影機囉 我就把它稍微移下來一點 歪走我下來一點 這樣 好 這個時候我還是回到這裡 上來一點 上來一點 這樣子我中間那個過程 就比較不會 現在還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 當然你如果說我在中間再加一格 我也不反對 因為一樣OK的 好 好一點了 剩下一點點 OK這樣就都包含在裡面了 這樣過來 可以吧 所以你秉持這樣的原則 你就把所有的把它加進去 這個也是一樣 就盡量不要讓它那個邊邊把它露出來 這樣過來 好再往後退 所以你可以知道快速鍵有沒有用 有用 對不對 這一根可以 當然你不要就像我剛剛講 按住SHIT也可以 好不好 記得喔 要能夠對到這邊喔 對到下面的 這樣它的節奏感才會有 來 畫面就還給各位囉